大家好,我是Panel版丹和Marvin 手的Panda 玩Monster World 上一集我們在Seliana這個基地 就叫做守住Valcarnel的冰龍 接下來的任務就真的是... 人家踢完我們管,我們反過來踢人管 是時候 先放下豬仔,接著接任務 現在還在用大鎚 上一集其實就... 沒什麼機會很認真地跟他戰鬥 今集回來就沒有什麼飛機大炮幫忙 就變成拳拳到肉 用徐仔一個大問題就是不可以斬尾 Valcarnel我也不知道尾可以斬斷 但無論怎樣都好,斬不斬斷我們都不能斬斷 那是不可以斬斷就這樣可以破壞 都叫做...會容易弄 吃個飯暖的位置,時間是不是剛剛好可以出發呢? 剛剛好真是 咦? 飛了來猜不到竟然要... 會不會... 會不會... 因為我們之前打古龍呢 多數就是這個... 龍結晶之地 今次打這條呢 就來回... Horse Force Reach這裏 但是呢 就沒有其他龍在干擾我們了 就變成單對單的 應該 出發之前呢 浸一浸溫泉拿個保暖Buff先 好,省下一點熱飲 也都出發之前呢 喝了這個... 加強攻防能力的藥水先了 大... 勁板的... Demon Drug和Armor Skin 由於時間關係呢 經理人說這個... Skullfly已經幫我追蹭了... 這條古龍的氣味了 所以我們... 跟著那些... 杜蟲去呢 就應該找到他了 相信都會有一個動畫 看看先的... 這個地方像的 完全像在這裡開戰 但是錯了 這裏不是開戰之地 走了半個地圖都沒看到他 我有感覺他會在這個... 最北最北的地方 沒錯 新道路開通了 我之前玩這麼久呢 來到這裏 還有這條路是還未能走的 其實都是... 上個星期 或者早幾日玩 我才... 這裡還有一個新的營地呢 我也是剛剛開出來 是不是要去一個... 全新的地方... 跟他打呢 一條... 斯家路啊 簡直是 草木皆兵 這裡很幽暗啊 這裡周圍... 這麼像一些... 龍的... 鱗片之類的 這樣... 什麼都沒做 先來個冷風... 寒流雜港啊 嘩... 好大顆冰箱 我們又見面了 Valcana 這次他主場 上一次就我們主場打到... 都不叫落花流水的 起碼要... 敗退啦 兜胸口插之... 矛過去 但這次這裏呢 就... 完全不同... 情況了 我覺得他這個... 冰的盔甲呢 很聖鬥士的感覺 開球 你真是說得過 在這裏做紀錄壞 我剛剛想說他周圍這麼多... 舊舊的東西 會不會有些可以幫到我呢 好了 一會開始什麼都不搞呢 就穿上一件防兵袍先啦 也都趁一開始 想說一開始早早地 就跳上去看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軟化某些部位先嘛 趁他還沒那麼瘋狂的時候 即是沒那麼多動作的時候 當然啦 隨仔呢 就最好對著頭來打 但我不敢用那麼多連技 沒錯 因為一用連技 鎖定了自己在這裏 就很容易被他打中 所以呢... 對了 反而趁他這些... 噴兵的時候呢 我們比較... 熟悉的情況下呢 才來到... 即是知道安全 算了才用連技都還沒遲 他一開始呢 還沒那麼兇的時候呢 噴兵呢 地下就沒有生那麼多冰出來 他之後生氣的時候呢 再噴兵呢 就搞到一定都是冰 哎呀... 沒事沒事沒事 可不可以勾到頭呢 不要衝著不要衝著 噴兵沒事 噴兵可以照顧 OK 應該軟化了頭 他現在一開始呢 但是頭太高 打不中 走到過去都沒有用 那我今次呢 就沒有特別叫那些 跟班幫忙 就是我和貓仔人 對了 一開始呢 你看他的噴兵的效果呢 還沒那麼勁著 OK 這裡做了一個... 連環隨仔的combo 還有要小心 有時候用尾 插完我那些 會轉一圈 哎 會這樣掃下來 有時候是 嘩嘩嘩 這個圈圈範圍之內 OK 他現在又是沒有生氣 所以那個... 圈圈的範圍 一般都不是很大 噴兵這些 噴兵 先飛了還是安全一點 這裡有個平台 可以站高一點 然後呢 沒有氣 搞到我 吃藥先 出什麼招啊 他 落兵啊 兵柱打下來 我們可以... 我現在還沒生氣 沒生氣就不要企圖騎乘 什麼招式 什麼招式 喂 又爆兵 咦 怎麼自己打下來 這麼搞笑的 後腳都照殺了 咦 打到他暈了 睡了覺 因為我貓和我的武器 都是有睡眠屬性的 但是我覺得呢 我一打醒他 他應該會生氣 所以我就不著 抱住了 只是... BOOM 大力打391 不錯 然後繼續打腳趾 先 我不是很知道 他留在地上 一個白色冰霧 那樣 那些地方 會不會說 有什麼... 不利 對我 他現在還沒... 他還沒生氣的話 咦 我今天不是帶了Rock Steady 我帶了Temporal 不過效用就差不多 都是令我... 主要令我... 爬上他的頭到的時候 都... 不會... 他推下來 坎頭賣場 沒錯 雖然頭未破壞 但是不夠時間破壞 就這樣... 大力打下去 Pass broken 爆了頭的盔甲 然後輪到手的盔甲 可不可以... 咦 有Temporal在身上 忘記了自己 這時候 刀槍不入 所以... 繼續多些 爬上翼 全部 軟化一下 咦 又... 又睡覺? 不對 打到他扔下了 這次OK 這次扔下了 就先打一下手 我不知道手可不可以破壞 其實 不過我看他... 整身都好像有冰盔甲的地方 都應該要先破壞 Temporal 什麼都不怕 減粗 用完了嗎 Temporal快要用完 繼續 咦? 走啊? 剛剛好 這件... 轉身衣裝 也剛剛用完 OK 第一段他完全沒生氣的情況下 就沒什麼問題 加上我們穿著 防兵袍 也非常合用 飛去哪裡 飛出去 不是飛了很遠的地方 踏車的時候 沒得看書 想看 他有沒有介紹他有什麼弱點之類 等等等等 不要一尾踏車衝出去 最重要呢 拿回一些小石子在手 順便 既然下車的話 看看 先減一下功課 對 他說 打爆在包著他身的 冰外殼 就可以中和了噴冰的攻擊 打爆得完的話 應該不會噴冰的 還有用他的噴了出來 打破了冰牆 做一些落腳點 咦? 他說 可以用這個 火焰彈去到 有同樣的效果 但是... 但是不是說 周圍都有火焰彈 問題是 翼 頭 尾 尾 尾 那就是說 打腳趾沒什麼用 我也是專心打一個頭 雖然頭我剛才就已經打爆了一次 我想 其實那一刻不算打爆了頭 應該頂洞也是 就是破了他的盔甲而已 但到翼呢 我實在沒什麼機會打得到 我相信 除非我可以打到他掉下來 否則都很困難 搞了這麼久 這個防兵袍又可以用了 他還沒生氣 不過 還沒生氣的時候 這些攻擊 不是很大問題 是 好像會被撞下來 但是這裡有斜腦 不要開玩笑 嘩 什麼事 他突然間現在才穿冰盔甲 好像不一樣 真的 有沒有強了噴冰的效果 我正想找這個斜腦去幫忙 不要亂刺 他用冰牆 原來冰牆擋不住 原來 他自己用冰牆 應該擋得住 不過很傷 我以為我是 剛才在家吃飯沒有加到滿血 誰不知已經滿了血 原來 好了 不要開玩笑 弄一件防兵袍 最大問題是被他任何招式打中 都會出這個 凍傷的效果比較麻煩 凍傷了 我覺得體力會回得很慢 下冰牆 穿著冰牆被他撞的東西都很痛 非常小心 做劇性 因為他現在在生氣 他現在才有冰盔甲的效果 這個叫做 令我想起好鬼冰河 他真是 白鳥座 聖鬥士 聖衣 這樣 我覺得這件是 待會再針對頭來打 他會怎樣計 都是針對頭的 不要開玩笑 Temporal可以用 打了下來 嘩 嘩 勾不中 勾回頭 軟化 接著滾地沙 之後 打得一下一下 打到翼 勾到頭 淚底 perfect timing 走過去 哎呀 儲得不夠力 算 剛剛角度 打得多少 一下 兩下 這個5Hit的 鎚仔超級大combo 打不到 這麼多一下 不要緊 打了三下都好過沒有 他頭是否也算是傷了 我剛才這樣 即是一開始打 打到broken 之後 這裡有很多位可以 爬上去 不過我們剛才做了一次騎乘 沒那麼快可以會議 嘩 這麼弱的 你這東西噴兵 直線噴兵就沒有有怕 又打暈 不要 一 二 三 調到對的角度 砰 四百多 繼續 針對頭打 好像沒有兵了 好像沒有兵在身 我不知道是打得差不多 還是打得很痛 他的兵就收起來 還是純粹是時限的問題 應該不是很關於時限的問題 還是他不生氣的時候 身上就不會有那麼多兵 不生氣的時候就沒有增多兵 小小都可以跳 小小都可以跳 但是打不到 之後呢 埋上你的頭 你是不是飛起來 嘩 又生了兵在身上 但他還沒有生氣 我應該還可以找機會 上他的頭 埋牆 好 好 接著是否應該試試打 一對翼 如果可以打爛 對翼 可能他飛起來的時候 都會有點麻煩 但他對翼 真的不 他不打低的話 我真的完全打不到 對翼 不過現在有Temporo 不要緊 招 喂?幹什麼? 他又掉了 嘩 掉了掉了 不過然後打到我那裡 OK 走了 他又不是走太遠 喂 我還沒磨完刀 和藥都還沒喝 我看見Temporo還在用 所以還可以跟他搏一下 先 砰 應該沒有了 OK 兵袍就 還有三分一時間 才能穿 所以這段 時間呢 可以稍為保守些 或者再嘗試 撞到牆 他現在不是太生氣 對 對 趁他噴兵的時候 一個很不錯的時機 哎呀 就是 他轉了面 他剛才向了外 等一下 這裡有 火的子彈 哎呀 生氣了 走 剛剛想飛撲飛撲不切 別看著我這邊 解回 凍傷的效果 嗚嗚嗚嗚 就是剛才那樣沒有氣 不行不行 被人追殺 隨時準備乘飛機回家 隨時準備乘飛機回家 喂喂 我又在呼吸 他又在呼吸 兩敗驅傷 睡著了 又被我的貓打到 太 時間太好了 OK 防兵袍可以穿 先喝滿血 那我說不太多了 然後呢 我們不如嘗試一下 整個炸彈在翼裡 然後呢 炒力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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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沒什麼傷到 都是 趁機上去 突兵回來 雖然 雖然他生氣 就算說 兩體 一方面就減弱他的兵的攻擊 二來就 我要學會看他怎樣刺尾之後 會追多一下圈圈 噗 最緊要有帶了防兵袍 這招的兵 一個圓圈噴出來 生出來的速度不太快 所以就 問題不算太大 耶 我縮了下去沒事 唉 但不行啊 沒有轉身衣裝那些東西 我還未好學會 在什麼時候 應該上去頭 頭到啊 打完兵 是不是這個 也不是 在這個時候打腳趾 沒什麼意思 因為 他又出什麼招 放兵 嘩 沒事沒事沒事 不知道這樣叫做有沒有事 看不到你的頭在哪 周圍都是兵啊 被原有的兵和他剛剛噴出來的兵 干擾了不知道哪一堆打哪一堆 好了 又換位了 那我呢 浸浸溫泉 再繼續追他 沒有其他龍在這裡 和他單挑 就 不算太吵架 咦 這裡有人 有些 野生貓仔人在這裡幫忙 好像是BowaBowa來的 OK 帶他近來 在這裡做第二次騎乘都不錯 但是呢 暫時就 上碟 讓你再出一次 OK 他那些BowaBowa幫忙 射到他飛起 那我呢 就過來打他到翼了 OK Broken 不知道左翼還是右翼 不要理他 好像爛了右翼 現在在踏腳趾 手指 什麼事是不是眼睡 貓仔人 貓仔人跳了上背 他現在在生氣 這樣呢 是一個做騎乘的好時機 加上呢 我這裡有斜佬 可以做這個 鎚仔最厲害的 這招這樣的 大風車 哎呀 我有沒有蒲毀生的 有點危險 OK 有件Temporal 先穿一穿 先不想死 好解一下效果 喝藥 繼續在這裡做騎乘 不要走著 踏到一點點也好過沒有 現在他在生氣 先踏一下手指 給個頭我就打頭了 不要開玩笑 這東西也算是挺認的 應該打了頭一下 令他來 大風車 不斷亂噴一下他 是不是撈下了 不是 又有兵規 刺 刺 斜佬來了 轉轉轉 哎呀 飛起來了 走不及走不及 不要緊 還有 轉身衣裝 糟 糟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冷了 要喝東西 Frozen Creature 可以撿的 他冰凍了其他小動物 我試一下用火彈去射 他會不會溶 他身的盔甲 他這麼強勁的動氣 就沒理由 給幾顆火彈 就已經可以 那些什麼 蟲鳴彈 還是什麼 總之是會著火的 Nissling 弄到他溶 嘩 被人迫壞場角 我見 Temporal還有一點 想再用一次 再做一次 斜佬 轉過來 這樣也能撞到尾尾一點 好過沒有 嘩 最後 剛剛 最後一下轉身衣裝 剛才 防兵袍快可以再用 嘩 什麼事 冰常教兵 他掉了東西 對 阿蛇你掉了東西 真的有 再撿 有Dragon Pod 有Dragon Pod 防兵袍 防兵袍 嘩沒位置走 我正在飛撲 很緊的 嘩 連續中兩下 因為一個牆邊都看不到我做B 那樣 突兵下來 補一點血 穿著防兵袍 沒那麼容易重傷 但也不是蒙敵的 大哥 用Dragon Pod射去沒什麼反應 哎呀 沒有車 不夠車啊 這條路 再過來這邊 小心 轉轉轉 沒事 飛起來了 過來過來 哎呀 看不到那邊有兵 打下來 OK 他又不生氣了 避開這兩下 接著上來 不要叫 不要叫 先撐一場 過來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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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去左翼 看不到自己在做什麼 看不到自己在做什麼 隨便打幾下 我想兩邊翼都應該爛了 我想我下次再有打頭 Dragon Pod 會跌Dragon Pod 應該是比較傷 但是Dragon Pod 射到他就好看 射了很多顆才會被冰出來 才會...哎呀 鬥後鬥臉 弱量無多 可能要回到補級再來 如果沒有防兵袍 這裡會超級鬧鬧 碰兩下就...動傷 碰兩下就動傷 沒體力 好啦 然後沒有破壞頭 但不管了 喂喂 浪費了 在這個...被他這棵牆浪起了 雖然他站了上來 突扁 重傷 但是古龍不能捉 所以重傷還是要打最後的30% 好 好 很多時候呢 最後這一段呢 由於會回到老家 那麼...環境呢 如果是剛才一開始那裡的話 就不算很大問題 應該 但是那30%呢 都不要輕敵 回家添添一些... 藥物先 果然 最後的決戰呢 在他老家這裡 問題是他老家這裡呢 有什麼...陷阱 有什麼危險的呢 我不知道有沒有... 我不知道另外一隻翼爛了沒有 他剛才... 不是喔 剛才好像經常說 左翼爛爛了 但是 哎呦 爆炸桶放了他 去另外一邊 不過算了 儘管 砰 我應該是最重的那一刻才打下去 就是... 即是 頭兩下應該打空會好一點 浪費了 喂喂喂喂喂喂 OK 最後30%呢 就... 又是不論色劍圖了 Temporal先 先看看他... 還沒生氣 還沒生氣就快點上去 去了翼爐 可惜是 那就算了 過壞先啦 軟化先啦 有眼粉 那又不跟這說法啊 誒 炸得不應 對著頭 趁著有Temporal 找命博 喔耶 剛剛你... 就是打過頭就沒了 原來Temporal兩下就 防兵未穿得 先抵定神 他現在很生氣啊 穿得了防兵 喂喂喂喂 防兵還防兵 不要... 卡住了在這裏 對啦 啦啦啦啦 生兵出來 喔 被其他兵頂住了 看不到發生的什麼事 學多一次 什麼都看不到 我的貓 跳了上去我們就知道 喂呀 旋轉尾 旋轉尾這招是最難看的 喔這招 這招是生氣的時候才用 不要那麼肥氣 不要噴不要噴不要噴 在喝藥 哎呀 OK 幸好有Max Potion 吃不吃一招 吃不吃一招 吃一招 到最後生氣這段時間 而且這個地方 相對地狹窄 他生的兵場在這裏 會阻礙殺 屁股照打 生氣了 射不到他下來 不知道閃光彈 對他有否功效 來到Iceborn 大部份飛龍 都不太受閃光彈 等他飛起的時候 再試試看 起碼頭一次 可能可以閃他下來 現在他生氣的時候 噴軟 嘩 我覺得他現在的龍 常常會猜到你走到哪 糟糕 暈了 沒有啊 沒有啊 應該不死吧 有防兵舖 嘩 到處都是兵 沒有了 好像沒有了防兵舖 生氣了沒有 現在才去 得人害怕的時候 我要打得比較脆手 飛起吧 麻煩飛起我閃你 飛起 我又噴到 來到騎性 可以不可以呢 跳不起來 剛才的東西 他又不是 下下 哎呀 他現在360度之後 會補一下直線 接著直線一點 連續兩下 哎呀 我打算這個位置可以跳起 我打算這個小小的平台可以跳起 但跳不起來 這裡跳不跳得起 又跳不起來 噢 什麼 什麼跑都沒有 有時候 沒有氣啊 沒有氣啊 咦 怎麼自己垂下了 我貓打到他還是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 這麼緊弱啊 但是我過得太遲 就 離個軟花酸 接著我有招式可以打他下來 噢 已經走了 哎 哎呀 吃呀 這些是垂仔 哇哇哇 別鬱 別鬱我 這角落頭 麻煩你 幸好我回家 添了藥 然後不停喝藥 現在這一段 所以 這些古龍 最後的30% 其實都 不惹少 他現在不生氣了 生氣的話 哎呀 遲了 想我閃他試一下 試一下閃你 OK 會閃到下來的 嘩 但是很快就回身 黏在你肚腩下打一下 不過其實他肚腩下不著數 都知道他有招會 垂直 以自己腳底下為原心 來噴兵的話 還要打一下 還有招式 還有得走 還要出去 因為這30%打得慢 所以他又要出去 好像又飛進來 因為重傷的關係 喂 還不夠時間磨刀 你是不是睡覺 不睡了 又生氣了 又繼續 走在外面睡覺吧 你不如 現在又有蒲雀 這麼遠都喊得停我 又有盔甲了 OK 衝我沒事 Gut 快沒力了 你剛才這樣回來了 又飛完又出去 是不是躲下 不是 有時 站起來喊 我以為他會 然後躲下 但不是 他是 召喚那些兵 撲下來 OK 你幫我撞爛一些地方 麻煩 有位讓我跳 一下 撲下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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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生氣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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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是360度 還在用 最後這段真的沒什麼攻擊的機會 他不斷的招式接二連三 跳上背後找徐仔打一下 會不會是最好的機會 反而 還是要中他一招 這個時候 有什麼招式 沒那麼快起床 可以嗎 我看不到完全 有些兵 有什麼招式 嘩 糟 沒得 沒得走 每次都這麼大範圍 不過都對的 你畢竟之前說到他這麼厲害的一條古狼 之前 即是他還沒生氣 嘩 剛剛想說他還沒生氣那段 比較容易打 誰不知你最後竟然被我一個歐爪打死了 我們看看一會兒 原牆那一下的畫面會是 那個QScreen會是怎樣 原來我已經打到他剩下無血的了 基本上 不過呢 外於他不斷發癲的出招 我就剛才連環避了他幾分鐘 不斷在那裡吃藥 這樣那樣 也可以看看我們一會兒算不算 破壞了他某些什麼部位 正式解決了我們在Iceborne 這裏的第一條古龍 不知Iceborne有多少條古龍 剛剛好挖曬曬曬就完牆 誒 有動畫 收集了什麼呢 很多冰 不知道是冰還是鱗片的東西 很厲害啊 經理人穿這套衣服也完全不怕冷 不是現在的節日好像維持了三個星期 所以到現在依然是節日期間 大家都說我做得很難 第三期團的團長很久沒見了 有東西研究終於他們都要出場 這些不是他的鱗片 是一些碎片可以令他控制冷氣 用完就可以重生 似乎在這裏有很多呢 因為這個環境 很可憐 阿爺還在這裏嗎 我經理人過阿爺 我覺得他還有一些東西想我發掘出來 他總會告訴你 我回到他就會什麼都跟他說 經理人很開心 你只有一個個穿成感 只有你一個穿成感 你真是... 二於常人 你看格 看質 我不是只為你而做的 我這一切 我不是只為你 Sika很久沒見 你有什麼調查到什麼呢 自己經常出去單獨行動之後 這裡終於平靜下來了 似乎也是 請你們向我解釋我錯過了什麼 那就... Darang Legiana 就... 回到他們平常的雜性 我們也免除了大災難 做得好啊 但是... 輪到他... 分享 拒敷他的發現了 但是在此之前 我們已經發現了 我們發現了 不自然的附附線 在這地方 不自然附附線 是什麼來的呢 哦... 就是因為經常有地震 所以很多的兵 裂了又熔 熔了又裂了 我想的意思是 沒錯 是地坑 移動 我們還沒想到 這件事 究竟跟Valcana有什麼關係 我們也不知道 究竟是什麼 那些歌聲 其實不是來自Valcana 就是說... 相信一切都是有關聯的 Legiana的行為 Valcana的重生之旅 重出江湖 都是一個副產品 那主因究竟是什麼呢 有一條更加上古的古龍 又有歌聲 又有歌聲 不是啊 地震 怎麼辦 大家不應該趴下才安全一點 這個... 冰川破裂 然後引起大雪崩 山崩 哇 整個座山倒塌了 移山填海啊 大哥 聞都沒用啦 哇 烏雲蜜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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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啊 我們這個畫面 不是看得很清楚 究竟他怎樣 哪一頭哪一頭的 OK 都算是爆了頭 爆了翼的 但當然我斬不到尾 好在任務完成 請我送一條尾給我 Hard Claw 爪 碎片 Coin Crush Seal OK 呃... 哎呀 太遲了已經收不來 因為他來到Iceborne 轉了畫面 應該打了40分鐘 對啦 按R 我們剛才就是 看到這條飛索 可以一下子索 然後他就死了 那他的... 頭... 這個是頭來的 也剛剛那裡的兵 全部爆了 那並不是一個很漂亮的畫面 還以為 由於不是用很厲害的招式打死他 會比較清晰 誰不知都是夢差差 因為太多兵啊 洞氣啊 什麼什麼什麼 總算沒有死 這幾道 和Achievement 等等 好了 Valcana的冰凍 的恐慌呢 就終算 暫過一段了 但是 背後呢 有些更加 迷樣的東西 似乎 騷醒了 究竟這個永恆之歌是什麼回事呢 又為什麼會令到 突然之間有這麼多 地殼活動的樣子呢 又開會了 開會之前 首先要說 不是 很驕傲啊 大家合力去打倒了Valcana 當然啦 工作又未完 報告 這個 Sika就說去了找 那個 謎之歌聲的來源 S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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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kker 就說主要去調查 那個 那些地震 地殼活動的問題 我們知道 最深刻的事 最深刻的事 是 最深刻的事 綜合的結果呢 就是 當那些歌聲出現的時候 地震的問題 就會最劇烈 你們面對過這麼多的事 有什麼好奇呢 還說 他們沒有理由是 同一個來源 關 沒錯 就是這個 Old Everworm 但當然啦 我們暫時未有足夠的證據 可能都只是那塊 舊古舊的記錄上面 沒有證沒有據的資料 但是我相信 哪個屍 留下這些資料 一定有原因 我們就要找更多 將歌聲和地震 連起上來的地點 讓我們兩個 就不能覆蓋到足夠的範圍 所以就派更多的獵人出去做 應該 總之會都贊同 你會讓我們做什麼 阿孫仔 那你叫我們做什麼好呢 咦 不用我們第五旗團去做 他說第四旗團的獵人 就是負責 研究那些歌聲和地震 第五旗團主要去應付 一些魔物 出現的魔物 就好像之前的利吉安娜 如果他影響歌聲地震 影響到其他的狼 魔物走出來 都不奇怪 老老老老可能會叫醒 更多潛藏的魔物 我們就贊同 大家都有 角師奇跡 大家要努力去做 不然發現背後的原因可能已經太遲 Let's go 散會 各自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好 哦 我們呢 要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